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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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大午 過了個隧道 今天是難得的休息時間 然後 想出去玩的同事拍點Vlog 今天天气挺好的 感觉秋天是个很适合旅游的季节 然后疫情期间一直都是 待在家里面 除了工作以外很少出门 准备去吉祥寺那边逛一逛 然后很好奇有什么 有意思的东西 我也是第一次去 刚才去里面转了一圈 发现咖啡厅还没有开门 所以决定现在先去吃点东西 然后这条小街比想象中的人多 而且特别多那种就是在门口排队的那种餐厅 所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午餐 哈哈哈哈 现在到了饭店里面 看一下菜单 全日文看不到饭 刚才点了一份炸鸡咖喱 还有猪肉咖喱 一半一半的那种咖喱 上面的绿色的是辣椒酱 然后这家店的咖喱 所以说是老板自己特制的 然后咖喱是用那个苹果一起做的 所以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就是有点辣的同时又不会很腻 所以其实我已经吃完了 然后接着愉快 吃烤鸡咖喱 这样 门口有一个地图 咖啡 掰掰 進去看看 這個地方特別像那個 特別像那個 貓的報恩的那個場景 好可愛 上去看看吧 這個地方特別像那個 然後呢 在這門口 有類似於這樣的 風鈴的 算是什麼?紀念品店? 等會 因為內部應該是不可以拍攝 所以我進去看一下有什麼 有意思的東西 現在我回到酒店了 其實最後有去那個 貓咪咖啡館還有那個 有滿紀念品 但是就是紀念品內部不可以拍攝 然後而且那個包裝的 特別延時所以 給你們看吧 那個貓咪咖啡館的話 你們因為人有點多 所以不太方便拍視頻 也是通過照片給你們看吧 OK 也是快樂的一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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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